凌晨一点多一名休旅车驾驶在朋友回家从新北市三峡回土城的途中 遭到两辆车恶意追撞 一行人还下车对着休旅车猛杂 导致车上四名乘客轻伤送医 而警方已经锁定了两辆车的车牌号码要以车追人 初不了解可能是寻仇找错人导致无辜驾驶受害 黑色休旅车转弯后仔细看后方两辆车一路紧跟尾随驾驶 嫌犯就是在等待时机要追撞休旅车 黑色休旅车整辆车撞上电线杆几乎卡死动弹不得 车头全毁挡风玻璃破裂 不只受到强烈撞击更被乱滚砸车 事发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上加油站前 民众还以为只是单纯的车祸意外 但原来案情不单纯 当时车主从三峡下班载着四名朋友要回家 到土城时就遭两辆车尾随追撞砸车 行经该路口的时候遭到对方的追撞及砸车 但是他也表示之前并没有发生行车纠纷情事 车主一脸狼狈 当时和四名朋友受困车内受到轻伤 而大半夜遭人追撞对方甚至下车持棍棒围殴砸车 警方也研判可能是寻仇找错人乌龙一场 但目前全力追起嫌犯要理清案情 这个张被资许小明星美式也参访不到